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无名已经成为电影节的亮点之一 这部电影不仅备受期待 而且票房销售也一空而尽 成为一部备受瞩目的作品 今晚19点15分 别错过这个令人兴奋的节目 与我们一起了解肖战和王一博的最新动态 锁定CCTV8 一起见证这一独特的时刻 紧急召集 肖战再次做客央视专访 今晚19点15分锁定CCTV8 今日 备受瞩目的肖战再度光临央视 这次的专访再次点燃了众多粉丝的热情和关注 据悉 这次的专访将于9月9日晚19点15分在CCTV8频道隆重播出 观众们将有机会亲眼见证肖战的风采 倾听他的真情告白 在之前的多次采访中 肖战一直展现出他独特的魅力和个性 而这次在央视的专访中 他再次展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 肖战深情地表示 来到新推荐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新推荐是央视推出的一档明星访谈节目 通过与明星亲密交流 观众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明星们的内心世界和成长历程 而肖战作为这次新推荐的特别嘉宾 将会与主持人畅聊他的心路历程和演艺经历 我们坚信 肖战将会在未来继续保持他的激情 和不懈努力 为观众们呈现更多杰出的作品和惊喜的表现 让我们共同期待肖战在未来的道路上 创造更多的辉煌 最后 让我们共同期待9月9日19点15分在 CCTV8频道播出的肖战专访 相信届时观众们将会被他的魅力所吸引 被他的故事所打动 让我们一同倾听他的真挚故事吧 不容错过 台湾桃园电影节即将举办 王一博无名成唯一开票秒庆电影 2023桃园电影节即将于 2023年9月28日2023年10月10日 在台湾举报 其中来自大陆的春节当电影 无名满江红将分别展映 谍战题材电影无名以他极其出色的艺术性 故事性和强大阵容 在台湾拥有极高的声量 此前的第一十四届两岸电影展无名 与满江红以最快速度先后告庆 而本次桃园电影节 无名在9月5日开放预购票时瞬间秒杀 成为桃园电影节目前唯一已玩受的电影 另一部也受邀参加特别放映单元的大陆片满江红 则仍还有座位 由此可见无名的后劲真的很大 同时主演王一博在台湾受欢迎之程度不容小觑 脸书上以王一博为名的数个粉专合计有将近33万粉丝 而各式以王一博为名之脸书社团合计的成员人数也超过了20万 几乎接近了刘德华等级之明星的水准 以一名已多年未在到过台湾的大陆艺人而言 王一博在台湾的高人气多是由台湾粉丝的自发性关注所支撑 王一博目前的电影成绩可以说是相当亮眼 他凭借今年的三部电影《无名长空之王热烈》 分别获得上海电影节最受传媒关注男演员奖 提名金鹿奖最佳男演员 包揽三年来华语电影电影片泰国票房前三甲 并已经代表内地电影参加了十余个海外电影节展映活动 都收获了较高的评价 是出色的文化输出名片 未来还将继续全球刷脸 杨阳二达迪丽热巴或将主演与清慕年 谈见刺河王赫润联合参演 在2021年引起轰动的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 由王导演操刀指导杨阳和迪丽热巴连妹主演 该剧凭借男主角出色的表演和精彩的剧情 成为网络收视率最高的一部作品 《你是我的荣耀》中 杨阳和迪丽热巴以全新形象的出演 让他们成为备受瞩目的一对CP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广受欢迎 终于 经过两年的时间 杨阳和迪丽热巴再次合作的愿望得以实现 这也是在《你是我的荣耀》大结局播出之后 许多人所期待的 秋季开拍的古装剧 与清慕年由迪丽热巴和杨阳领衔主演 其他演员包括谭剑刺 王赫润等共同出演 人们在暑假结束后 开始着手准备明年的新电影 其中《宇清慕年》作为一部 古代大女主题材的电视剧 在剧中独剧特色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角色的大量曝光 据报道 电视剧《宇清慕年》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 不仅剧情精心安排 还有杨阳、迪丽热巴等几位主演的加入 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杨阳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展现了新生代男星的风范 自他出道以来 他参演了多部电影作品 其中包括与迪丽热巴合作的 《微微一笑很清晨》和《你是我的荣耀》 还有一系列作品如《全职高手》 且是天下等 迪丽热巴作为一名 备受欢迎且才华出众的女演员 与其他明星相比有着独特的魅力 他不仅外貌出众 演技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每一次都能给观众带来经典之作 以下是与您提供的文本不重复的内容 被广泛认为是经典之作的还包括 《三生三世诊》上书《你是我的荣耀》 《长歌行》与君初相识 以及《恰似故人归》等作品 这些作品都深受观众喜爱 因其精彩的情节和出色的演员表现而备受赞誉 他们再次携手合作 无疑将为观众带来备受期待的作品 粉丝们瞧手以盼着看到这一黄金搭档的再次合作 因此 他们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也将迅速攀升 除了洋洋和迪丽热巴之外 新剧与清暮年还汇聚了众多实力派男演员 如何盛名和和中华 此外 新近演员谈见刺河王赫润也将为这部剧增色不少 他们的加入为剧集注入了新的活力 有这些实力派演员的参与 让观众们对于清暮年寄予更多信心和期待 特别是当洋新人演员谈见刺河王赫润的加入 更让人们对这部剧的未来发展感到兴奋 于清暮年的拍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而女主角的身份也将很快揭晓 如果您对这部剧感兴趣 请继续关注 因为将会有更多有关聚集的消息陆续传出 阅读是我从小就热爱的活动 我相信它是一种无穷无尽的乐趣 同时也是人类智慧的珍贵财富之一 透过书籍 我不仅拓宽了自己的视野 还培养了思考和创造的能力 因此 我将一直保持对阅读的热爱 将它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感谢观看